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不明飞行物的事件 接下来的内容没有权威科学证据 请理性观看 请不要过于当真 在2016年1月3日 墨西哥科利马火山喷发时 人们曾看到一个不明飞行物从火山旁边飞过 这次的发现令人匪夷所思 因为这个不明飞行物好像直接通过一条熔岩流 然后射响了空中 这个不明飞行物看起来像是圆盘状的 而且它看起来好像在旋转 并似乎在向火山口投掷一些东西 如一些不明飞行物学家猜测 它可能是在观察火山喷发 或者它根本不是不明飞行物 只是喷射出的某种火山物质 还有一些人猜测 可能这个不明飞行物是来自地球内部 所有的录像 都是从墨西哥公共网络摄像头拍摄的 具体它是什么 没有人能够解释 下一个事件 发生在美国的黄石火山附近 2017年6月9日 美国新闻网报道了一个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 这段视频是从黄石公园的一个公共网络摄像头上拍摄到的 视频上显示了一个球形物体 出现并消失 反复折腾了好几次 最后从画面中消失了 这个物体的起源 似乎是从一个闪光开始的 然后 这个闪光从屏幕的右边飞向屏幕左边 没有任何人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管它是什么 当放大这个物体观看 它开始变得更加明显 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至少它看起来不像地球上的任何东西 把画面提高亮度和对比度之后 这样的特征就更加突出 你可以看到 在它的前面 没有起落架或轮子这些东西 它从一个金属的圆盘形状 逐渐变成了尖锐的细长形状 而这就发生在几毫秒内 这可能是因为它的速度太快 而导致的视觉效果吗 这个视频 似乎还有一个奇怪的方面 那就是在木鸡事件发生之前的几个月里 在火山附近 还发生了四百多次地震 这是黄石公园在过去七年里 发生的地震次数最多的时间段 那么 这些地震会不会与这个不明飞行物有什么关系 或者说 因为频繁发生地震 导致这个不明飞行物 从地球内部通过火山口来到地表的 但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只是我们没法解释 另一个目击视频 也是通过墨西哥网络摄像头拍摄的 视频显示 一个不明飞行物出现在了 克里马火山的上空 在2018年的3月 它就已经在网上被疯传了 它从屏幕右下角下降 然后停下来 它看上去像是一个圆盘状的 它盘旋了一会儿 然后朝着它来的方向起飞 它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 这个不明飞行物与外星文明有关 而其他人则认为 它可能只是一架无人机或什么昆虫 但目前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对它的一切都只是猜测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有更多的信息曝光 为什么在火山附近 特别是在喷发期间 会有这么多不明飞行物出现呢 地球上的火山在爆发时 会辐射出大量的强电粒子流 太阳表层也会射出电粒子流 带电粒子 在物理学是指带有电荷的粒子 所以曾经也有很多不明飞行物 被发现出现在太阳附近 所以可能火山喷发 辐射的强电粒子流 是这些不明飞行物 所需要的能量 也或者它们是来自地球内部 因为火山的躁动 从而惊扰了它们 一些不明飞行物学家认为 它们可能是在观察 并进行科学实验 以看看我们的地球 是如何运转的 就像我们人类把卫星和探测器 发送到其他星球一样 或者说 所有这些目击事件里的东西 根本就不算什么 它们仅仅是被错误识别的火山物质 或者是一些我们目前的科技 根本无法解释清楚的事情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